大家好,這段是要說明 SmartGate 簡稱 SMG下載器 使用教學Path3 下載限速 卡住關機 要跟大家講一下這些操作 讀文教學頁面 貼在YouTube的註解這邊 點一下就到 這個頁面 因為有一些文字圖片要參考 還有連結要點擊 檔案下載 就是說你在這個資源網裡面的一些論壇 那有的是使用這個SMG 必須用SMG下載器才能下載 那這段代碼 一般的話有沒有那個點擊一下 這個 左下角這個複製代碼 它會出現一個訊息就直接會把你Copy到那個剪貼簿上 但是有的沒有 有的就是不會把你Copy到那個剪貼簿上 那這怎麼做呢這個是要這樣子 反而之後滑鼠右鍵複製 這樣子 才可以 那個就是說沒有這個功能啦 就是你點了這個沒有這個功能 那你就只能手動自己滑鼠左鍵壓住 反而之後滑鼠右鍵 這樣子 好這個地方要注意一下你要自己處理 因為有的那個論壇它是使用舊版的 沒有像這個新版這樣直接點一下就直接複製 這樣子 那要自己那個知道一下 自己知道要怎麼處理 好 那代碼複製完之後 那接下來打開 SMG下載器 打開之後 那這個地方是這樣子的 點擊一下這個新增這個按鈕就可以了 就會出現那個 它會自動把 代碼貼上 貼到這裡面來 這樣子 那還有一個地方也可以 這個地方 左上角有一個新增任務這個 你點一下 下載任務這個 也可以把這個 界面打開出來 好 好 那打開出來之後它會自動把代碼貼在這個 這個那個空空裡面 那什麼是剪貼布何謂剪貼布這個要知道一下 就是說你滑鼠右鍵複製 的東西 如果是文字連結代碼 它會暫時放到剪貼布裡面 就是滑鼠右鍵複製的那個東西 它會自動的 在地底開個地方 那個叫剪貼布 那這個功能是這樣 SMG你點一下這個按鈕它會 自動的把剪貼布的內容 複製到這裡來 這樣子 相當的方便 好 那這個地方要 上一篇有跟大家講一下這個儲存到這個地方 如果跑掉了 你要注意看一下這一項 因為有的時候錯亂跑掉了 這一項的意思就是說我現在 這些下載的東西 就是說你這邊 你下載的這個東西有沒有 要放到哪裡的意思 要不然你會找不到 到哪裡 如果這個地方跑掉的話 上一篇有講過你這個地方要在瀏覽機 弄一下這樣子 好這個地方 那還有一個 是左下角這個地方有一個開始 那在這邊 預設是瀏極 預設是瀏極 但是因為現在 這在最後面我會跟大家說明 那個自動關機的部分我會跟大家說明 所以說我這邊先切瀏極的方式 瀏極的方式 那這個地方就是說大家耐心聽一下這個視頻 聽到後面我跟大家講一下 為什麼要用手動 這樣子 那這邊先用力擠 因為要教學比較好說明 好點一下確定 然後它就會自動開始下載 你點到這個地方它這個地方的訊息欄 會開始這樣子 這些要解析啊什麼的 然後這邊 進度啊 均速這邊 就會開始 好 有沒有 要下載的檔案會自動 那這個介面有沒有 這個東西會框起來 那個 粉紅色這個 這個叫做任務清單 或者是叫任務列表 或者是叫那個任務 介面 你要下載的那個任務全部會放在這裡 會一條一條的顯示在這裡 好那接下來講一下欄位調整 好就是說 預設 是滑鼠左鍵 在這個欄 在這個欄位上方都可以 這邊的欄位 你在這上面滑鼠右鍵 會有菜單出來 那你可以把這些你不需要的訊息把它取消掉 它就不會顯示了 比如說我把後面這三個取消 那因為我是要方便解說所以說我把這個視窗弄得很小 那原則上是要全部顯示出來 好全部顯示出來 那這個在上一篇有講過 就是說你這個地方拉長一點 因為 那個 有時候四五十個任務要下載 的話你就要自己拉一下因為我現在要方便解說所以說把它弄得比較小一點 好 好這個地方在這上面這個欄位這邊你可以調整要顯示的東西 好自己 那個顯示的項目自己打勾 如果檔案之名稱太長可以拖拉調整 那因為這個檔案有沒有那個名稱有時候太長了 你這個地方有沒有它會出現一個直槓然後左右鍵頭 那個滑鼠左鍵壓住把它調一下 有沒有像這樣調一下 好這個要知道一下 這邊的功能 好 大概拉一下因為有的說那個檔案名稱很長 那個自己拉一下 好那接下來講一下限速 在這個功能 那個 會用到 所以說要知道怎麼操作 由於是全速下載 會佔滿 頻寬 所以說要限速一下 那這個地方 你要知道怎麼弄 那這個限速在以前的版本它是放在設定裡面就是這個設定裡面 這個設定裡面 它現在比較好這個1.57的這個版本 把它移到 這個任務清單的上面這 這塊 那 所以說現在那個限速是比較方便 在操作上是比較方便的 那這個 網路頻寬之 實際速度該如何計算 請參考一下這裡面的教學 點進去 點進去之後 點進去這個 頁面之後這個教學頁面 不是這個總極篇 向下拉有一個計算網路頻寬之實際速度 參考一下這篇的教學 好這兩篇的教學 這一篇 好那我這個地方就是那個範例 好這邊的範例 它的限速預設是 那個 GB 這個地方就是說你要知道一下單位 每三個零為一個單位 它預設是那個KB 它的單位 是K M G T 像現在的印別都是TB DB的 那網路大概是M開頭的 比如說 40M 或者是 50M、60M 100M 它是M開頭的 M是6個零 那個 就是每三個零為一個單位 K M G T 這個要知道 那這個地方的限速有沒有 有沒有 來看一下 它預設有沒有很多零嘛 那個是G 開頭的 那比如說 你要把它限制在 7000KB以下 就是代表7M的速度以下 不要超過 那這怎麼設呢這個地方速度7000 然後這個地方打勾 有沒有它的均速就會出現在7000 以下 也就是7M的速度以下 那這個 頻寬的速度計算 就是參考一下我剛才說的 你自己去算一下你的頻寬 是這樣子 那其實 是除以10啊 比如說 你有那個 你申請的那個下載速度 ISP申請的那個下載速度是100M 但是它那個是BPS為單位你要除以8 然後再加上一些上傳下載的那個損耗 那你就那個 逗診數直接除以10 所以說我這個最大的有沒有第一個我沒有限速的情況下 我最大大概是10M 的下載速度 那我現在限速了 就是7M的下載速度 就參考一下這邊的圖這樣子 那我現在要把它下降到5M 下載速度就是5000 這樣子 然後它這邊就會變了 它就會在5M 左右 這樣子 這個 卡住了這邊的參數它沒有載入到那沒有辦法 這樣子 那有時候會卡住啊你就是這邊再勾一下這樣子 好 好那那個有時候參數卡住沒辦法 那這個地方就是我現在要跟大家講的卡住處理 就是說這個限速你要知道怎麼用啊 這個會常用的功能 那接下來是卡住的處理 這個 就是 重點這個一定要知道 因為 使用下載器有沒有不管是JD下載器白馬下載器或其他下載器 多多少少會遇到一些卡住的問題 比如說這個參數有沒有它沒有載入 那要怎麼處理啊 這個地方就是全選 全選 在這個 這個是這樣子的這有兩種的操作方式 一個是使用滑鼠右鍵拆單的方式操作 一個是使用鍵盤的 坦挫加A 快進的方式操作 那我先講菜單的部分 在這上面滑鼠右鍵 全選 全選之後再點一下 停止 會把所有任務停掉 比如說這個均數你改了之後沒有動作這個就是卡住 或者是那個下載有沒有 沒有反應 就是卡住 就是說會有那個 就是說你會這個一定會遇到那個卡住不動 就是很奇怪就是沒有辦法什麼都沒辦法動 那就是卡住了就是一些參數啊 或者是一些的 那個連那個伺服器沒有就是那個抓 那個風暴沒有抓到 就直接卡住這一定會遇到 那這怎麼處理你一定要知道 就是滑鼠右鍵全選 然後停止 這個停止按鈕 就是123 那接下來把它關掉 然後再重新啟動 SNG下載器 好這個地方要知道一下這個步驟 然後再滑鼠右鍵全選 然後再點擊一下開啟 再點擊一下開始 這樣子 那我這邊少了一張圖我倒是會補上 然後再點擊一下開始 它就會開始跑 比如說這個地方的那個限速沒有載輸到 我把它打勾 有沒有它就會限速在5000一下 這樣子 有沒有 剛才沒有沒有在5000嘛這是那個參數卡住 或者是封包的那個訊息卡住 好那接下來講一下那個快鍵的部分 就是說那個 快速鍵的話要注意一下 點到任務清單界面 必須確實 只到任務清單界面你才用 那個快鍵 就是卡住加A的那個快鍵方式全選 因為你點到這裡你按卡住加A沒有用 點到這裡 卡住加A沒有用 點到這裡也沒有用 你要 就是我剛才講的這個界面叫做任務清單你要確實點進來 因為 我一般也是使用那個快鍵 就是看大家怎麼操作 看你是要用快鍵 卡住加A還是滑速左鍵 全選 都可以 然後再點擊一下卡住加A 好 它會出現反燃 然後再點擊一下停止 這樣子 就是說你遇到那個卡住不動的問題 那這一定會遇到你要知道怎麼處理 這個是偶爾遇到有時候會遇到 然後再那個關閉 然後後來再 接下來再把sng下載器打開 然後接下來是 Ctrl加A全選 然後再點擊一下開始 這樣就OK了 好那在限速的部分那個會跑掉 就是說它不會記錄 那你自己再勾一下這樣 那這個 那個 你自己 因為有時候你要看視頻或 流浪網站你不能全速啊 你全速的話那個會卡住 會站滿平關嘛 好這樣子 好 那這個地方是一個重點要知道怎麼處理那個卡住的問題 好那就是參考一下我剛才講的操作 就是全選之後 然後 停止 關閉 重開 然後 滑鼠右鍵全選 然後再 開始 好這樣子 就是讓它那個整個程序重亂這樣子 好這是一個重點要知道怎麼處理 好那接下來是自動關機的部分 那這個東西 要知道一下 因為大部分都是共用網路 共用網路 如果是家裡面有人在使用網路 請不要搞下載 因為會 吃掉所有的頻寬 會造成別人不愉快 這個你不要去搞這個下載 那這個地方有一個方式就是可以先加入任務清單 但不進行下載 等到沒有人使用 網路的時候再全速下載 你可以這樣做 那這怎麼弄呢這個就是 我剛才講的那個 這邊的這個 這項要知道 你這個地方把它切成手動就可以 好 那我就是實際上操作一下 這個選 刪除 那個暫停刪掉 好 佈置 然後點擊一下這個新增 好這個地方你這個地方那個沒有問題 開始這個地方切成手動 決定 有沒有他這邊的讀標會變成暫停 會變成停止的 的部分 不會下載 好這樣子 那等到沒有人使用網路的時候 在全速下載 你就是在這上面滑鼠右鍵或tmd++A 全選 然後再 開始這樣子 那這個地方也不用限速了 好你必須因為你這個譬如說你要睡覺的時候 或是上班時段那個沒有人在使用網路 的時候你再這樣用 那接下來要做什麼呢接下來工具這 任務完成後關係打勾 有沒有他這個地方會打勾 這邊譬如說你有40個50個任務好了 像這樣子 你有40個50個任務這樣子 滑鼠右鍵新增也可以啊 這邊 然後手動 這樣子 比如說你有50個任務 要下載 那你就可以這樣做 等到沒有人使用網路的情況下 滑鼠右鍵 全選 開始 然後這個地方工具 任務完成後關係 這樣子 在這裡 你把這個打勾 滑鼠右鍵 全選之後 開始 然後注意看一下這邊的那個圖標 這個是那個綠色的就代表正在下載的 那這個是 這些就是等待下載的 好 那 工具 任務完成後關機 然後再點一下確定 確認一下 確認一下這個地方有沒有打勾 有嗎 有打勾就是代表正在使用中 這個勾勾 當這些任務全部下載完之後 就會自動關機了 是這樣子 OK 那這段的教學就說明到這 要訂閱一下這個 就是說支持一下這個教學頻道可以點擊一下這個 訂閱按鈕 還有 那個 贊助連結 維持這個教學頻道能夠正常運作 大家可以到 贊助連結裡面的贊內網站 就是點進去之後 再點到那個贊內的那個網站 進行小合贊助 還是要贊助個幾來塊台幣都可以 好 那這段的說明就到這裡 謝謝大家 新收看 10段視頻 Sony